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AR ABC 質量分別是3公斤 這個是2公斤 這是1公斤 放在光滑的平面上 動滑輪跟繩子的重量不計 摺三物體的加速度為何 這怎麼做 首先我們把對象釘在這裡 這個受到繩子的拉力 這個張力我們叫T 因為那個繩子沒有重量 這個滑輪也沒有重量 所以這個都是T 這個張力都是T 那現在的話 這個T T會等於多少 MA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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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 掉下來的話 它那個繩子 就是 假設它掉這個 掉這個 這個叫做 掉下來掉那個LB 它掉下來的那個 長度的話 也叫做LC 掉下來以後的話 因為它 這個是兩邊 會平均分配 它掉下距離 就是說 它掉下來的距離 就等於 它給的長度 就是繩子 總共 往這裡 伸長多少公斤呢 伸長LB 加LCR 這兩邊 所以這個物體它下降多少 下降呢 2分之 LB 加上LC 事實上你要微分 微兩次分的話 這個LB 微兩次分就是 加速度B的加度 這個LC 微分兩次的話 就是C的加度 好 那它的長度 這個是LA LA的話呢 就是物體下降的 高度 下降的高度 你把它微分為兩次的話 這個是A的加度 也就是說 我就曉得 A的加度 等於2分之 這個B的加度 加上C的加度 或者這樣好了 我就兩邊微分的話 就是速度 就2分之 這個VB 加上VC 這個是等於VA 再微分一次 就是它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得到 A的加度 等於2分之 AB的加度 加C的加度 所以我就想著 我就把對象的 釘在A上面 這個張力多少呢 因為這個 滑乳沒有重量 所以這張力呢 是2T 這個重量比較大 重量比張力大 所以是3Z 減掉2T 減掉2T 會等於MA 就3A 那它的加度 是等於3 等於2分之 AB 加上AC 好 再來我們看 我們看 C的加度 代替 C的加度 是 B的加度 兩倍 這個AC 這等於兩倍 AE 然後我把那個 C的加度 代替 然後再把這個 把它乘以2 乘以兩倍 乘以兩倍的話 這一行跟這一行相加 一加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是3Z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是4AB 加上多少 加2分之3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C的加度 它兩倍 這是2AB 所以是2分之3 這個是3AB 那加起來Y是多少 是等於2分多少 8 8 8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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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7 17 17呢 AB 也就是說 B的加度 等於多少 等於17分之6 不是 B的加度 17分之6G 好 那 C的加度 就等於17分之12G 這個是C的加度 那C的加度 那C的加度 是往這邊 那B的加度 是往這邊 那A的加度 A的加度 這個 這個是 那個A的加度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 2分之1 B的加度 是17分之6G 加上17分之12G 1 所以18 除以2 就是9 17分之9 1 8分之2 是向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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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